随着砰的一声,重枪的狮子全身开始不停地抽搐,嘴中发出阵阵嘶吼声。 就在狮子拼命挣扎的时候,丧彪三人组迅速展开第二轮进攻,一颗颗花生里脊刷刷地打入狮子体内。 直到狮子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,丧彪三人组这才肯罢休。 简单打扫完战场后,丧彪三人组继续前行,很快又发现两头又湿,正趴在草丛中。 人狠话不多的丧彪调整好呼吸,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,直接命中又是要害,可怜的又湿,到死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,就一命呜呼了。 猎人们夸夸其谈地称赞着彼此的枪法和今天的运气。 亲爱的朋友们,你们赞同这样的合法狩猎吗?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发表看法,可以点赞收藏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 各位领导千万不要轻易魔法。 如果你也喜欢此类视频,别忘了点赞加关注,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